来看到企业做公益 长期推广社会公益的 新一跟新二租赁公司 在三一乡长李志勇的通报下 得知有贫困学童急需援助 特别捐出了十万元的抢注学金 来鼓励小朋友 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影响到求学 而乡长李志勇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唤起各界来辅助弱势 同时也鼓励这些受助的学生 未来事业有成也要回馈社会 乡长李志勇非常感谢 新一新二租赁公司的爱心奉献 因为得知三星与万富国小 各有一位贫困学童急需救助 马上捐款十万元给两位学生 这对弱势家庭而言是非常大的援助 有鉴于我们学统贫困 这次特别关键三星国小 和万富国小低瘦家庭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直接的捐赠 可以帮忙就真的需要帮忙这些孩童 今天特别我们在工作这些基盤来 感谢我们新一新二公司 全体所有的这些干部 我们希望这种行善的行为 可以是炮砖引力 未来可以有更多的 有资料优先 可以来帮忙我们三星 有这些需要帮忙这些租赁 新一新二租赁公司表示 因为特别重视教育 所以希望小朋友不因经济的困顿 而影响求学之路 同时期免学生 今日受人点滴 未来永全回报 所以受助的家长表示 将会善用这批款项 让学习更顺遂 想说这个教育是很重要 对每个家庭都是很重要 而且是改变命运 然后阶级移转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希望说 不要因为经济的关系 影响到每个学童 学习成长还有进步的机会 所以我们公司希望一直不断的 来这个捐赠这个社会上 比较弱势的家庭 让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 在服务这个社会 在这个学习的阶段 可以说尽心的去学习 不要是因为家里的经济 环境不好 造成说学习上的阻碍 的话毕竟对学员 他们以后将来 要再规划一些 他们将来的一些路程 也会比较友好的计划 对啊 我们这笔钱 我们这笔钱 大概有什么款项 要怎么用 这笔款项的话 当然就是说 会运用在他的学业上 或者是他以后将来 要学一些才能 一些才艺 对对对 乡长李志勇与校方 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肯定企业的爱心义行 心义心乐 送贷到三星 赞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